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有儿童医院被迫暂停服务 其中纳斯尔儿童医院就遭到至少两次攻击 有病房被直接击中 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 而除了直接的杀伤之外 因为深度治疗室保温箱等等 都因为停电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医院被迫关闭 另外位在加萨北部的印尼医院 周边地区是被11枚火箭弹连轰 因此部分受损 也因为缺乏燃料 没有办法长时间运作 至于中部最大的西法医院 则是因为缺乏物资 甚至只能利用糖跟醋来做伤口敷料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以色列主管巴勒斯坦自治区民政的军官 还是否认加萨存在人道危机 他说物资运送还有救援都已经在加萨陆续展开当中 而回顾以哈冲突 10月初爆发那个时候 我们曾为您报道 在当地的无国界医师团队当中 有一位台湾医师洪尚凯 那么当时加萨的医院已经相当忙碌 我们是透过其他无国界医师之道 洪医师大致平安 而如今 战火升温 无国界医师团也不得不陆续撤退 上个星期 第一批从拉法口岸撤出的外国人当中 洪尚凯就在其中 而在稍微安顿之后 他接受TVBS访问 谈到这段时间 战火当中揪心的经历 像我到现在我刚才走来的路上 我听到那个乡行车关门的声音 那个就很像飞弹之前 要爆炸之前的坠落的声音 我就还是会吓到 经历了26天以巴战火的颠沛流离 洪医生心中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我们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同事 无国界医生当地的同事都滑在里面 会有一种有点像幸存者的罪恶感会开始出现 你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在这么安全的环境 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 有干净的水 会有点不安 去年7月以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的身份 来到加萨医院的急诊室协助 位在北部的印尼医院 就是曾经洪医师每天忙碌的地方 协助建立减伤制度 邀在一片混乱当中寻找出 让更多人获得诊疗的方式 但10月初这场攻击打破正在简单的秩序 不论是北部的印尼医院 还是中部的西法医院 都遭到以色列军方指控掩护哈马斯 35件医院当中有18间因为战火停摆 救死扶伤的地方更成为攻击目标 每天耳边都能听见死亡的声音 在加萨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 就是他们人死掉 特别是这种因为冲突而死掉之后 他们会抬着大体 然后围着医院游行呐喊 那你在我们那时候无法出去 可是你在里面就听得到 西法医院传来很频繁 很大规模的这些呐喊 五国界医生的团队被迫展开撤离 洪医师也进入联合国提供的安全地点 但大批人潮加上外籍人士的身份 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之间就经历了五六次的转移 甚至还有长达两个星期 都是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户外空间度过 顺利挤进第一批三百多个准时撤离的名单当中 洪医师跟着团队来到加萨 以及埃及的边境关口拉法 更目睹各种让人揪心的画面在眼前上演 有妈妈他就抱着自己的小孩 就希望你把他带走 他知道自己走不了 但是希望有没有可能 就是你带着他的小孩离开到安全的地方 对啊 那个很揪心 你知道不可能 但是你就想算说 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 让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加萨人的茫然 更是压在洪医师的心头会知不去 看着面对家园毁坏 亲人失去音讯的母亲 抱着刚出生的宝宝 缩在角落不知所措 各种版杆交集 让已经习惯用理性思考的洪医生 也红了眼眶 你就会觉得就是 就是 你 就身为人类的一员 你为什么就是会 他会出生在这个 这个世界上 对啊 就算他真的最后很幸运 很幸运的活下来 他也是一片废墟 然后可能充满仇恨暴力 对啊 就觉得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事情 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子 洪尚凯说 这些加萨民众怕的 不是缺水缺电的恶劣生活 或是面对伤痛 而是怕自己就这样被遗忘 但根据五国介医深呼 虽然加萨有超过两万多名伤患 无法接受医疗援助 五国介医师组织 强烈呼吁 立即无条件停火 让人到救援进驻 无数的故事才能继续谱写 属于加萨人的故事 才不会被遗忘 TVA新闻综合报答 好 那么加萨下一步怎么办 加萨人的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 国际间已经开始有些规划 其中美国提出所谓五步的原则 包括以色列不能占领加萨 哈马斯也不能把加萨当成恐怖基地 还有加萨的领土不能缩减等等 这都还有待讨论 不过至少美国再三疾呼的军事行动 人道暂停 以色列有些回应了 是开了一条通道 让北加萨的老百姓战火当中可以逃难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又经历不安的一夜 帐篷群民众清楚拍下火光坠落瞬间 当时所有人还待在原地却没想到 不远处紧接传来更大的爆炸声还照亮一旁建筑 吓得民众拔腿狂奔 西法医院基本上天天都大爆满 甚至有医学院志工抱着恐惧的心拍下这段紫白 白天时还有民众在医院外看见 推土机出没说是要运送遗体 另一间加萨的儿童医院同样仍满为患 现场还有墙壁被炸破洞 不过许多病童因为没其他地方可以去 只能留在原本的地方 轰炸声越来越密集的还有沙堤难民 街道上烟雾弥漫 以能感受乙军步步紧逼 画面中一名男子捡起不明物体说 这是乙军的照明弹 冲突以来高达70%的加萨人 得在学校医院或公共场所避难 许多人好不容易逃到南部 却还是得睡在路上 乙军近日短暂开放 连接加萨南北的萨拉丁大道 当作民众安全通道 但对居民来说依旧是苦难之旅 由于缺乏燃料民众只能徒步行走或搭乘旅车 不过就在几天前相同的通道还是有爆炸发生 行李边拍到民众流血丧命 到底加萨的未来该由谁来管 以色列国防部长这样说 美国其实倾向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治理 国务卿布林肯甚至提出战后五不原则 包含不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萨 不把加萨当恐怖主义或暴力平台 不重新占领以及不封锁 和不缩减疆域等等 但说了半天 双方停火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联合国方面还是拿两边没辙 干脆直接痛骂 不论哪一方都犯下战争罪 未来全部应该好好就责 这新闻送货报道 不过至少今天进一步的消息 是在开放通道之后 以色列政府同意 每天会停火四个小时 国际中心记者杨晴有进一步的消息 是的主播 前进加萨红十字会救护车队 又重新上路载运伤患 日前遭攻击一度暂停服务 现在继续救援行动 不过最新传出以色列让步 同意在北加萨的地面作战 每天短暂的停火四小时 白宫这时强调停火前会通知 美国表示会开放两条人道走廊 不只要确保人道救援物资 可以顺利进入战区 也提供民众往南部地区撤离 不过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与以色列总理 纳坦亚胡通话 呼吁停止攻击加萨三天 以利哈马斯释放更多人质 以色列重申 只要人质没有获释 将会持续进攻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则宣布邮件于人道因素 释放两名人质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 这一阵子以来 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强势轰炸 我们看到已经引发国际间 同情巴勒斯坦的声浪 而且现在连美国也传出 民主党内对于拜登政府之前 力挺以色列也开始反弹 也因此正在东京举行的 G7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开始释放结束战争的讯息 以色列为消灭哈马斯 对加萨进行不对称反击 造成上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引发政治上的反效果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要求以色列建立 人道战时停火区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8号又在G7外长会的场合 提及以哈战争结束后 加萨该由谁来管理的想法 布林肯表示 战后加萨应该与约旦河西岸统一 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手治理 外界认为这是美国传达给以色列的清除讯号 冲突进入最后阶段 是该谈善后问题的时候了 美国一开始坚定支持以色列 一个月后态度明显转变 除了是国际谴责以色列的压力 美国国内也发起大规模反以色列示威 现在就连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反弹声 参议院民主党党团连述写信给总统拜登 要求以色列提出打击哈马斯的可行计划 并接受美军协助遵守国际法 以色列军方近日宣称 以控制加萨北部 但实际上哈马斯持续以火箭炮攻击以色列境内 显示他们仍在地道碉堡中作战 以军的地面打击并未成功 同样承受外交压力的国家还有埃及 目前它是加萨人道救援的唯一窗口 但埃及政府坚持不开放边境 让巴勒斯坦难民进入 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埃及前外交部长认为 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加萨 正是以色列的目的 埃及除了不想被卷进以哈纷争 国家常年经济不振 以色自身难保 根本没有余力收容难民 埃及下个月即将举行大选 总统赛西争取连任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机点开放边境 以色列在加萨北部 开辟了一条人道走廊 让数千名的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到南方 但有时间限制 由于已军切断加萨燃油攻击 民众只能徒步或靠驢子拉车逃难 以色列军方将加萨全境 视为是哈马斯的基地 许多撤离平民在途中遭轰炸丧身 联合国谴责以色列 强迫人口迁移 这是对200万巴勒斯坦人的 集体惩罚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且陆续还传出一些状况 让局面更复杂 一个是美军一架MQ-9死神无人机 在夜门附近被击落 而现在亲伊朗的夜门什叶派叛军 已经跳出来宣称是他们干的 而在伊拉克叙利亚接连 有针对美军的攻击事件之后 美国派出了F-15战机 第二度轰炸叙利亚东部的弹药库 安夜再度出动无人机 亲伊朗的夜门什叶派青年运动 一边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攻势 一边高喊口号要以色列灭亡 夜门什叶派团体周三公布这段画面 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绿色框框锁定的 就是美军的MQ-9死神无人机 不久之后画面右下角 飞来一个不明物体 无人机遭到击中 瞬间炸出火光 青年运动组织坦承是他们攻击 说是使用防空系统击落美国的无人机 愿美国透过它进行侦查间谍活动 在暗地里帮助以色列作战 美国国防部事后也证实 这架要价3000万美金 大约9.6亿台币的MQ-9无人机 是在夜门附近的国际空域遭到击落 美军誓言要彻查这起攻击 同时也再度派出战机 轰炸叶利亚东部的火摇裤 从10月17号开始 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频频预袭 前前后后超过40次 为了报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接受总统拜登的指令 派出两架F-15战机实施精准轰炸 这也是冲突后 美国第二度的报复空袭行动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 科比指控背后都是伊朗在搞鬼 但在无情炮火下 越来越多无辜平民丧命 全球的反美反以浪潮 遍地开花 大批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广场上 举着标语高喊口号 示威也出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 而停在埃及港口的日本 和平之船游轮高挂30公尺厂的横幅 呼吁停止加萨大屠杀 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G7峰会上 各国领袖还没有喊出停火两个字 G7领袖异口同声表示 支持加萨尔人道主义暂停来保护平民 同时重申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只是会后联合声明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停火自演 就在以色列军队攻进加萨新藏地带之际 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和以军互轰 以往很热闹的黎巴嫩港口 现在变得很安静 因为没有人想要葬身在战火下 现在国际间等着就是下一场会议 就在下星期 在旧金山亚太金河会 IPAC要举行领袖峰会 那么现在几乎是确定了 美国总统拜登跟大陆国家属主席习近平 到时候应该会进行双边对话 旧金山APAC领袖会议倒数 剩下不到一星期 所有焦点都在还没正式公布的 拜登习近平场边会谈 上一次习近平访美是在2017年 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服装员接待他 这次西藏新疆香港以及中国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 打算以最大规模联合行动抗议习近平访问 为了促成拜习会 白宫小心翼翼 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临时取消出席一场研讨会 谢峰在香港中美论坛视讯至此表示 通往旧金山之路需要重回巴厘岛共事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也表示 美中关系更加稳定 沟通越来越好 但不代表双方不存在竞争或重大分歧及摩擦 美方降低外界期待 不预期会大幅改善美中关系 但希望能够控管并且稳住两国关系 如果能再恢复军事对话和打击芬太尼上有进展 就算是不错的成果 而对习近平来说 明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势必是重点之一 北京希望拜登能明确重申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另一方面也要让美国企业对在中国投资感到放心 TVB新闻佳辉 美国华府报导 而在同时美国各层级官员见面的越来越频繁 像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跟中国大陆副总理何立峰就展开会面 那么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强劲 相对的中国大陆经济则受房地产业低迷所拖累 因此美中在经济上的对话开始出现微妙转变 在这场双边会当中 就看叶伦一开始就强调 将针对北京的补贴措施 还有气候变迁 债务减免等等全球挑战 进行公开实质性的讨论 叶伦也强调美国无意跟中国大陆脱钩 他认为经济的全面分离将对美中和全世界都造成经济灾难 而何立峰则是强调反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希望两国关系可以重新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我们继续聚焦在北京 那么刚刚看到叶伦跟何立峰会面 不过有趣的是 两天前北京才宣布加强对稀土的出口管理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盘算呢 我们邀请北京特派记者林明珍带大家了解 中国大陆商务部7号的时候宣布 要加强稀土的出口管理 时间是今年的10月31号到2025年的10月31号 总计是两年 那么新规定将稀土市列入 实行出口报告的能源资源产品目录 要求外贸企业出口相关产品的时候 必须履行资讯报告义务 因为近期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和大陆副总理何立峰在美会晤 月中APEC的拜席会也在暖身当中 因此有评论认为 大陆在这个时间点公布稀土的管理新规定 显现的是美中台面上和气协商 但台面下科技的肉搏站还没有停火 事实上大陆在8月的时候 对半导体材料实施出口管制的时候 就有分析认为 大陆的官方下一步就会把管制目标 锁定在稀土 这次强化稀土产品出口管制 和美国拜登政府 10月扩大对中国大陆出口禁令 互别苗头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 那么也有分析师认为 大陆新措施虽然不是直接管制出口 但属于加强稀土出口管理的举措 北京加强对稀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管理 一方面是帮助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同时也能够在国际动荡的局势当中 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底牌 是另外一个在中国大陆 大家觉得看不太懂的是 特斯拉之前不是宣布降价吗 在大陆那边降价 怎么最近又说要涨了 就是什么状况呢明珍 进入11月就在大陆多家车商市 纷纷宣布降价 以应对年底的竞争压力时 特斯拉中国9号在微博市公布 即日起Model 3还有Model Y 长续航板售价正式上涨 那么Model Y它是调涨人民币1500元 约合台币6600 Model Y涨价是25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贵了大约11000元新台币 那么证券日报报导 目前大陆电动车市场竞争是加大 许多厂商都在试图透过降价促销 保持和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在这样的环境下 特斯拉反其道而行 一方面宣布车型售价上涨 另一方面引荐奖励也开始是退出的 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创新联盟理事高云鹏认为 产品的价格本来就是 由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的 特斯拉的底气来源于 源源不断的订单 那么特斯拉的官方数据是显示 上海的超级工厂实际年产 已经是从第二季75万辆扩产到第三季95万辆以上 上海超级工厂每30几秒就可以下线一辆车 但伴随着新版车型相继上市 上海超级工厂即使是满货荷的运转 市场依旧是供不应求 这被外界认为是这次价格调整的 重要关键原因之一 那么针对特斯拉这次的涨价 也有观点是认为 是特斯拉基于利润压力和市场竞争 做出的涨价调整 有业界人士评论 近期包括碳酸锂等电动车 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低位盘旋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车价不降反升 代表特斯拉这次的涨价 更多的是基于业绩的考虑 好 接下来把焦点转往东南亚 来掌握几个最新动态 首先是泰国总理接见 泰国丰田汽车董事长 以及首席执行官 强调泰国致力于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 丰田管理层则强调 将与政府合作 推动泰国成为东协首区一指的 电动汽车产业中心 而赛塔总理也将在12月 出访日本谈招商合作 另外因应应台游客入境免签 泰国交通部长指示 交通机场管理公司 要简化出入境流程 减少机场拥挤 而累计今年游泰国的人数 已经超过2262万人了 另外泰国政府向农民 粘米厂出口商 还有袋庄大米经销商增加补贴 预算高达1000亿泰铢 只不过私营部门担心 这些措施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落实 还有孟加拉诚意工人 为争取加薪 跟警方爆发死亡冲突后 政府五年来首度调升基本工资 调薪近60% 那么一些纺织厂业主 是要求快时尚巨头 像H&M等大客户 必须协助支应成本 另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的执行长奈森 在斯里兰卡发表声明 宣布了一个将在可伦坡港 建造货柜中心的 5.53亿美元的计划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几个财经方面的最新动态 首先是美国股市多天以来的涨势 在星期四终止了 主要是联准会主席鲍尔 宣称升息的脚步还没有结束 鲍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表的这番关于升息的鹰派言论之后 道成公益指数收盘下跌超过220点 标普500指数也跌了0.8% 而NASDAQ指数则是下滑了0.9% 尽管联州会已经两度动涨 不过现在联邦基金利率 其实还是22年来最高水准 而黑天鹅基金经理更警告 现在的美国股市 其实正处于金融史上 最大的定时炸弹当中 不过高科技持续带来发展的潜力 那么之前 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台积电 传出有一些土地问题 国际间同时是对台积电频频招手 那么大家不免关注台积电 在台湾的下一步怎么走 记者刘玉轩有最新讯息 好 只为各位观众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9号货班第一件李国丁奖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总裁魏哲嘉率高阶主管出席管理 典礼结束后 刘德英被媒体问及先进制程设厂进展 他回应1.4奈米会留在台湾 经济部也强调半导体产业所需土地绝对足够 经济部将全力克服种种问题 协助半导体业者在台生根 持续与半导体业者联系 确认其短中长期营运规划 以其能提早准备 及早因应克服种种问题 台积电也宣布将持续在台湾 推动半导体技术往前迈进 探讨2奈米 1.4奈米 及以下的先进制程技术 以上目前找到最近状况 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而说到台积电在海外的投资 日本熊本厂明年就要量产了 而日本政府宣布 将在补助台积电 扩建熊本二厂 最高日元有9000亿元 台积电熊本厂明年才开始量产 日本政府又在补助台积电 增设熊本二厂 根据了解 最高金额可能有9000亿日元 但补助不是常态性 未来台厂来日本可能就没这么多 台积电虽然带动日本半导体产业 不过招聘工程师月薪比当地行情 高出三分之一 吸引更多年轻员工跳槽 日本半导体产业原本就缺工 甘利明也说确实陷入人力荒 接下来日本会针对国内半导体补助 也会从大学端下手 林白科副总经理张玉台也来到日本参加了论坛 随着台积电和台日相关的合作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也面临了新的转捩点 像日本最大的汽车零件厂Denso 也有投资台积电这门厂 未来是否有机会增加投片量 Denso技术长这样说 台湾日创科技董事长卢超勋也说 看好台日发展 但也建议来台设厂的企业 从制造到研发都要上下油盐罐 才能创造更大价值 TV新闻 徐某杰 曹娇仁 东京采访不到 好 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 这趟访问日本也带来 日资将在台湾加码投资上百亿金额的讯息 接下来是特派记者徐某杰 曹娇仁的报道 好 没错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日本东京的日本台湾形象展 这次呢除了参展厂商之外呢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来到了现场 他在受访时也表示 他自己拜会了相关的日本半导体业者 像是富士软片等等的制造商 所以呢他也表示说在沟通方面呢 也表示业者在明年的第一季 可能会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以上的台币 来听听小子访问 那他们这些厂商就是都有意愿在加码投资台湾 那大概会有100亿的这个投资额 那相关的投资呢 这边今天拜访之后大概在明年的第一季会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投资 那这个就是我们跟台日的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关系越来越深化 没错我们可以听到王美花他说原本的这业者可能原本只是在台湾有一些据点可以来做销售 但是现在呢决定在加码投资 因为看好了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非常的蓬勃 而且技术上可以非常的有资源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他们也决定在台湾在增设这个建厂 预计呢会在南科来做扩厂 再把时间交换捧内 不过日本房地产的发展现在引发讨论 都会区房价很贵是哪里都一样啦 不过在日本东京呢光是四田谷这一区就有五万户空屋没人住 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看NHK的报道 画面中这名66岁的男子继承了过去长辈的房子 只不过用不上又住不到又舍不得卖 只好闲置 即便房子日渐老旧破损也不想花钱整修 屋主每隔一段时间来开门窗透气 一边整理旧物而时回忆涌现又更加舍不得 屋主说因为亲友众多光是处理继承 全问题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真的没多想该如何处理 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屋主闲置房产的理由 可以复述回答的情况下 最多的是当仓库用 其次是不想花钱整修 而根据统计 东京目前光是四田谷空屋就有五万间 到了2040年 东京23个行政区一半以上 空屋都会超过一万户 过去租屋市场都是屋主将房子整理好 再租给房客 而现在新的DIY租赁模式 则是房客在屋主许可的范围内 花钱改造房子 但可以获得更便宜的租金 先前提过的老旧房屋出租 经由房客规划改造 成了怀旧又有新意的摄影棚 屋主看到惊讶又开心 针对都市闲置空屋不动产经济业者 还推出多种做法 像是把便宜的租给高龄房客 另外改装成共享空间 作为学生住宿又或者把空屋内 所有物品家具买断再出租等等 都能让闲置的空屋转移给更有需要的人 来善加利用 TVA新闻 徐启方 综合报道 大陆双十一大战 业者不是都标榜流血打折吗 可是今年平台业者被要求 不能标最低价 来看为什么 预告哪些商品将登上直播间 淘宝主播李佳琪 今年双十一在10月25号开启首日 宣称创下人民币95亿销售额 但却因为全网最低价 被控垄断产品价格 由于某款海市烤箱的京东价格 低于李佳琪直播售价 违反了他们与李佳琪方签署的 所谓低价协议 要赔偿巨额违约金 就是这款烤箱 京东用自行补贴方式 让原价人民币639元的烤箱 以人民币299元促销 但之后京东采购部门员工上网发文 抱怨收到烤箱品牌律师函 指控不能卖的比李佳琪直播间便宜 掀起全网最低价背后的价格垄断密新 除了京东外也有其他卖货主播 抨击低价协议 面对争议 烤箱品牌跟李佳琪都发公告 否认有类似协议 但却已经掀起官方注意 如果网上爆料的这个合同属实的话 那么李佳琪方面的做法 有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可能涉嫌利用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强行定价 对消费者的权利造成一定的损害 那么相应的行政市场监管部门 应当对其进行处罚 如果动到反垄断法 处罚可不清 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就对电商违品会 强迫商家二选一 罚了人民币300万 而金额最高最受瞩目的 莫过于阿里巴巴集团 挨罚人民币182.28亿 近期包括杭州陕西安康等地 就明文禁止商家签订最低价协议 或使用全年最低 全网最低等字眼促销 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一条规定呢 可能未来会对一些 具有聊聊号召能力的主播 在和商家签订协议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这个价格 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底线 官方出手后 未来最低价字眼可能消失在电商双十一促销站中 除此之外 产品斗板问题仍旧存在 香港海关从10月中到11月初 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抽查七个从广东南沙运地的货柜 结果查货包括盗板运动鞋 手机和手表等产品价值约2300万港币 另外搜查30多间物流公司 也查到约6.2万件价值约4400万港币的冒牌货 香港海关表示查货的产品都是搭着电商双十一 要赶紧卖出 而且大部分产品做工不算粗糙 就连仿冒的证明书都有 进入第15年的电商双十一 各家竞争激烈 除了要在产品促销手法上琢磨 系统功能也要推出更多科技 在上面上传自己的照片 它大概就有一个自己的体型 然后看到这衣服就可以用淘宝试一 相较过去淘宝推出的新一代AI试衣功能 更加逼真 能将卖家衣服照片套在自己照片上 看哪个适合再下定 不只是买衣服 买家具 想知道效果 今年淘宝还推出一个模拟装修 真能造功能 只要将室内空间拍摄下来 选用真能造功能 AI会模拟出不同的装修风格 点击照片里的家具 还能直接连接卖场 我觉得基本上能够 把我原来脑海中设想的一些元素和场景 以及一些效果 能够百分之八九十能够展现出来 用新科技来助力销售大陆电商双十一 想要创造更高的卖货能力 门槛越来越高 TBBS新闻综合报道 真的到商家去消费呢 近年来这对店家 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困扰吧 就是结账柜台上 各式各样的付款扫码牌 让人眼花缭乱 而现在终于要整合了 不用掏钱包 不用数零钱 只要拿出手机打开页面 逼一下就能够完成付款 随着科技的发展 民众的消费模式也不一样了 疫情也带动了无现金支付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持续的提升 我们也有观察到说 目前在全家的消费者 他使用非现金支付的占比 其实是高达三成 算是还蛮高的一个数字 是一个零接触免找零的一个 就是快速方便的一个购物模式 那同时也去结合到 他可能跟专属的通路 会有一些优惠上面的结合 不只方便好结账 还有搭配各式的优惠方案 而随着支付的系统 分支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元 行动支付的发展 也准备走到里程碑 不管是超商 晾饭 夜市 或者是饮料店 你好 我想一杯绿茶 都可以用电子支付来进行付款 但是看到扫描一下 很方便没有错 但是里头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QR Code 规格不一样 没有办法相通 商店常常摆得琳琅满目 也进一步造成了结账的不方便 那么现在呢 就有财经咨询公司 串联了银行以及电池系统 推出了整合TWQR 未来呢 只要少一个QR Code 就可以进行付款 力拼民众到店家 用电子支付消费时 不用再受限于店家 有配合哪一些电子支付机构 使用手机里 任何一个电子支付APP 都能够消费 摊开参与名单 首波有37家 蔡湾配的金融机构 包括了台银等八大公股行库 中华邮政以及玉山 元大 新光 上海商银等民营银行 另外全银支付 一卡通 橘子支 以及欧富宝 四家电子支付业者也上车 至于本身规模较大的支付业者 接口支付 全支付 优有付等 都是规划明年系统 借借好了才会上线 特约商店来讲 如果有一个整合支付 他只要跟一家签约 其实就像信用卡一样 他只要签一家 这个售单行就可以 所以这是对商店的价值 可以节省他非常多的 这个借接的成本跟手续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对消费者的价值 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就像过去信用卡 其实他只要看到 Visa跟Master的标志 事实上就不用再担心 到底自己是属于哪 一个发卡银行的用户 让我们可以使用的场景 其实可以更普及 我想这也是回归到对消费者 还是非常的有价值 简单一个账户 就能够刷遍台湾所有通路 这愿景对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一大福音 只不过TWQR的出现 竞争之下 就有不少声音质疑 未来支付业者 恐怕面临军品的窘境 大部分的商家 可能会以他们的为主 那他们会不会 因为这样子会流失到 变成部分商家 原来他们可以 后住的却对被稀释掉 这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那我只能说做生意的人 可能会有他这样的考量 但是我觉得 他如果够好够大 那他的客户居然在 即便用了这个整个平台 应该还是属于他的客户 还是走他的路线 不是叠成家 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 对商家来讲 对甚至整个政府 在整个金流的这个管控上 我觉得都非常之重要 手机小哥马就能够轻松结账 科技进程加上疫情催化 让付款系统便利性再提升 整合电子支付也成了必经之路 记得新闻 吴奎严重温月台北 采访报道